美国西部时间8月13日 周正艺术频道主持人周正 特邀嘉宾主持哈利·海斯特 连线北京的艺术家黄建南先生 就后疫情时代 艺术家如何开展自己的艺术生活 如何就深入广泛的国际文化艺术交流 展开互动式的讨论 同时我们今天也跟北京连线 北京是一位非常世界知名的艺术家 他就叫黄建南先生 他是我们拉巴艺术界 大家看到拉巴国际艺术界 他是拉巴国际艺术界的第一位蓝筹古艺术家 同时他也是我们比弗里艺术的高级顾问 他积极地投身参与到我们第一届 2020-2021拉巴国际艺术节 刚刚他谈到了他对东西方艺术的比较 以及他跟美国艺术界的 学术界的人士的交流一些状况 哈利·海斯特对中国的艺术家非常好奇 与黄建南先生线上互动 询问了艺术家的作品 为什么会在欧洲和美洲引起热烈的反响 以及作为一个东方画家 怎样在发扬自己的传统绘画基础上 融合于借鉴西方艺术 使自己艺术能成为中西方都能接受的 世界艺术语言 黄建南讲述了自己多次前往欧洲 访问、游学、交流和举办个人画展 使自己的绘画艺术 更加具有国际语言性 主持人周正向在线的黄建南先生 进一步询问 疫情使您的访美计划一再延迟 目前与美国的艺术交流有哪些 黄建南表示 他对美国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他一直在关注美国早期的几位画家 并长期与美国美术、学术界 有着紧密的交流和互动 哈利·海斯特询问黄建南先生 为国际奥委会创作的奥运之花 和奥运圣景作品背后的故事 他说他不是闭门造居的画家 是一个爱好广泛的艺术之人 对运动情有独钟 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就是艺术的更新、更精、更美的美学价值 今天非常非常高兴 这是第二次的直播访谈 同时也是第一次和我的主持搭档 Holly Esther做的这个节目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这个节目将要进行下去 可能每个月 如果好观众喜欢 我们可能每周都要进行一个 叫Beautiful Life Leads to Higher Living 就美丽人生引导更高的生活 这个标题呢 刚好就是Holly Esther的Leaving Higher Living Higher Living Ending 我的节目叫Beautiful Life美丽人生 访谈结束后 洛杉矶的主持人 向远在大洋彼岸的黄建南先生 送上象征西方最高礼节 敬献皇家相拼祝酒祠 一扫疫情所带来的阴霾